女子刚从酒店下班 只见一旁两名男子冲了过来 要将人抢压带走 女子拼命抵抗一旁同事也吓坏 但对方手持兜蟹 还是将人强行掳走 当街大胆犯案 朱仙敬还是女子的丈夫 警方一车追人 先在台东抓到两名共犯 随后又在嘉义汽车旅馆 找到主贤和被害妻子 早警方压制动弹不得 原来灵性丈夫和妻子 感情不目分居中 妻子也申请保护令获准 但灵性丈夫一次因此不满 找来两名朋友 趁妻子下班时到场围堵 当时灵性丈夫还指责妻子 传太露 接着和朋友迟到将人掳走 带到摩铁时报 警方事后将涉案三人 统统逮捕依法送办 家暴夫嫌妻子传太露 冲动将人强压炉走 这下夫妻感情恐怕也彻底破裂 就最后的哦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ktoś